我们来看一对恋人在爱情的过程当中出了怎样的问题 各位请看 你的自我真的让我活得很累 不管是对爱美的偏执 还是生活上对我的约束 都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觉得明明是你不理解我 我说的你都不听 我喜欢的事你就否定 永远跟我唱反调 我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 我不太会恋爱 也不太想恋爱 是你说会包容我 但现在又把所有责任推给我 在你的心里 事业 友情 都要比咱俩的爱情重要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位置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马 25岁来自安徽摄影师 女嘉宾小胡 25岁来自广西 平面模特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好 你好 好好好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也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 大家好 特别可爱啊 年轻情侣特别可爱 应该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对吧 对的 她是平面模特 我是摄影师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慢慢地追求她 然后但是她一直对爱情 就是比较冷淡的那种人 我也是追求了很久的时间 后面她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跟我在一起 那是对你没什么概念 对爱情还是有概念的吧 姑娘 就可能觉得不太想谈恋爱吧 你看就是吧 对 人对爱情还是有概念的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两个多月 这就算久了 蛮久的 待一起又一年多了是吧 对对 今天来这儿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就觉得她的性格特别的自我 自从她的闺蜜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 我们矛盾就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就是独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所以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她都向着她闺蜜 我就觉得在她的眼里 友情还有事业都比我重要 这一口气说了好多事啊 咱再先把自我的事说说行吗 就是我感觉她 每天都活在自己比较虚拟的世界里面 虚拟的 哪里虚拟了 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拍照当中 她会为了追求完美 为了一张照片 一个可能是一个喝水的动作 就要我拍一个小时以上 然后拍完照片之后 开始发朋友圈 看评论 看点赞 如果点赞多了就挺开心的 但如果点赞少了的话呢 就觉得我的摄影技术不行 我是为了跟我的朋友互动对吧 我平时很少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朋友圈互动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呀 关键她不管在什么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逛街 总是抱着手机 我就不知道你的手机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我手机你平时都能随时看得到的 什么秘密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啊 那你明明自己长得都已经很漂亮了 为什么每次出去拍照 都要浓妆艳抹 然后把自己批图 又把自己批得非常的酱 可是我不觉得这是浓妆艳抹呀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自己尊重对别人也尊重对吧 而且我很享受这个化妆的过程 我自己很开心 这你也有意见吗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去看你的画的那些妆容 我觉得并不好看呀 你素颜或者是淡妆的样子 才是最美的 别在自己瞎扯了好不好 你们男生不都这样吗 说什么喜欢素颜的女生 最后找女朋友 不都找长得好看的女生吗 关键你素颜或者是淡妆的时候 才是你最真实的 可是我觉得我有去变美的权利 你没有这个权利阻止我 对不对 我蓝一句行吗 你指的她这个浓妆艳抹 指的是她的工作状态 还是她的生活状态 就是她不管是在工作当中 还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非常常见的 行 我就了解一下 你们接着往下讲 那我减个肥她也要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知道吗 跟她自己减肥就可以了 对吧 她非要拉着我一起跟她减肥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 每天只能吃清水煮白菜 有时候我自己叫个外卖 她都要发脾气 那我觉得女孩子减肥 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去对吧 我是觉得 如果男朋友陪着我一起的话 我可能会坚持得下去 同进退对吧 对对对对 那你减了那么久的肥 你自己减了多少斤 现在在看看我 我从当初跟你在一起的130斤 减到现在108斤 你的 大家看看我现在的腿 在这所有的女生 感觉都没有我的戏吧 可是我觉得作为情侣吧 你减了几斤姑娘 就比较难减吧 基数小是吧 对对对 是维持不动呢 就上下浮动吧 就可能哪天吃多了 就长胖一点了这种 长胖一斤两斤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减的也减一斤两斤 对对就不太明显 所以男生就抱怨是吧 对反正我们现在两个人走在街上 大家看我就跟 营养不洋的人一样 我觉得你连这点苦的 不愿意陪我吃的话 说不过去吧 我现在觉得 这次在一起有非常的痛苦 你跟我在一起就那么痛苦吗 我这有点忍受不了你的 你受不了 我还受不了呢 不至于不至于 咱以后不吃白菜了啊 加点猪肉不就得了吗 不至于不至于啊 还有什么苦啊孩子 他觉得家里每一个物品的位置 都必须要有条不紊的摆放整齐 有时候拿了东西之后 就要物归原位 稍微打乱他又要花提琴 那我觉得家里的东西 摆放了整整齐齐的 没什么不对呀 在外面工作了一天那么累 回去家里就想舒舒服服地待着 我觉得工作不是借口 你工作谁不工作呀 我也工作对不对 大家都成年人 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家里整整齐齐的 才能休息得更好 不对吗 那你也不至于家里衣柜的所有衣服 都要按照设系去排序 所有衣架的都要按照建具平等去要求我吧 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呀 如果我这个事不做好的话 我可能会睡不着 我现在真的受不了你这些所谓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不是小事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 对对对 太自我了 说的差不多了 咱们说说闺蜜吧 闺蜜搬来是个什么情况 本来一开始我们两个是一起合租的嘛 然后后面 她的闺蜜从老家过来 就跟她住一个房间 那我就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呢 因为我在我自己家里面 还要穿戴着整整齐齐 进门之前还要先敲一下门 她跟她闺蜜就窝在客厅里面 包一些很无聊的电视剧 那我就只能回我自己的小房间 那我闺蜜大老远从老家过来对吧 我们那么久都没见了 我觉得我陪一下她很正常呀 女生的初年要吃嘛 本来我们两个人 独处的时间就不多呀 后面我们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也只是我跟你们两个拍拍照 买买单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我跟你谈恋爱 不是在跟你们两个一起谈恋爱 这种三角亮的关系 我有点接受不了 三角亮关系 会不会太自作作情了呀 她闺蜜经常在我背后 对我指手跨脚 有时候还使唤我 做这个 做那个 而且她凭什么使唤我呀 可是她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呀 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了 你接受我你就要接受她呀 她又不是你妈 我为什么要接受她呀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 学会尊重别人好不好 好好好 闺蜜来住了多久啊 也没住多久就住了几个月 现在还在一起吗 现在她搬出去了 那不就没矛盾了吗 后面我也就搬出去了嘛 啊 是你搬出去了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她呢 你知道吗 有几次她出去了 然后就我们两个在家 她闺蜜就表现得对我很暧昧 别在这里瞎说 闺蜜不是这种人 她还说了她很多的坏话 我跟她说她也不信 我很了解她的为人 她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每次都是这样子 不管她闺蜜做了什么 她永远只信她闺蜜不信我 我没有说信谁不信谁 可是我比你更了解她 对不对 你每天跟我说她的坏话 我会觉得很不开心 你说她不好 就像在说我不好一样 好像她不好是因为 我没眼光 我跟她做朋友 对不对 凭什么这么说我的朋友呀 哦 这姑娘的逻辑是在这儿 哎 你不担心你闺蜜跟你男朋友好了吗 可是我觉得她不是这种人 你男朋友有可能是这种人 对吧 我更不是这种人 你别插嘴呀 是还是不是 你担心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会啊 对 不会你男朋友怎么会说出 这种三角恋关系呢 可能她就不愿意就 三个人待在一起 就想着她搬出去 你特享受这种吗 我不享受呀 可是我觉得我闺蜜大老远 从家里过来吧 然后她在这里只认识我一个人对吧 我也不能不管她 然后就 所以闺蜜跟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觉得方便吗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不管她吧 她就只认识我一个人 就有二十多年的感情了 你闺蜜自从住了我们家那么久之后 家里的生活用品 还有冰箱里面东西 她永远只负责吃喝拿 从来没有往家里买过一样东西 我觉得她一个女生能吃你多少东西呀 能帮你吃穷吗 我真的不是在计较这些东西呀 你给你那些朋友帮忙的时候 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不是在计较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她的人品有问题 为人处事有问题 你不要老是说她的人品有问题好不好 我比你更了解她 好好好 就此打住啊 我再问问啊 就除了闺蜜之外 你们还有其他的冲突点和矛盾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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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see 뉴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说你现在看书吗 他说为什么要看书 我说看书可以让你气质变得不同 他说真的吗 看书可以让一个人气质变得不一样吗 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因为他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书了 内外兼修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这是我给你的意见 好的 第二个男生 我觉得不管他的行业或者他的工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和你们今天来的本质是不同的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本质在于你根本爱上的不是他 你爱上的是一个幻想中的人 你爱上一个温柔贤惠的人 你爱上一个没有强迫心理的人 你爱上一个平时懂得素颜又很好看的人 你爱上一个可能是朝节晚午上班的一个姑娘 你爱上的是这样的一个姑娘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因为你爱上的根本不是现在原本的那个他 所以你们现在要想的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和面前 你站在面前的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错位了 如果错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转身离开 去找自己心中真正的白月光 真正的红玫瑰 真正的白玫瑰 就这样 好 谢谢陆七老师 来 删娜老师 小胡刚才一直在这个叙述当中都提到一个词尊重 你一直在强调 男友在生活当中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尊重 那反过来我想问你 你尊重过他吗 就拿这个你减肥这件事来说 他陪你一起吃白水煮菜 你有问过他你愿意这么吃吗 你只是一味地要求他 有富同享有难同当 你必须得跟我一起这么吃 那可是人家不愿意啊 你要减肥又不是人家要瘦啊 人家现在瘦成108了怎么办啊 在感情当中就是妥协和接受嘛 但是都没有 然后都在强调自己的感受 看不到对方 我觉得你们再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眼睛里面没有对方 全是自己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自我的感受为出发点 那这段这么自私的感情 不如早日终止 好吧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请坐 其实你们俩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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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感谢 你 没有 没 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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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明 她另有企图 一个女人住在一对情侣之间 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 当电灯泡 长期地生存了几个月之久 我的出发点就是 不是你的出发点 我所说的是 她应该是另有企图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 我相信她所说的 你的闺蜜 可能向她展示过自己的好意和暧昧之心 否则的话 一个女人是万万在一对情侣之间 住不过几个月的 那很难受啊 一个闺蜜 即便你对她再好 你可以自己花钱 帮她租一处宾馆 或者租一处房子 偶尔让她过来 当男朋友不在的时候 你们两人重温闺蜜时光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们两人同属的空间 你在不尊重她的情况下 私自把自己的朋友 邀到自己的私密空间 谁不尊重谁 对于男生来说 你在商场里面 看见一样东西 很漂亮 但你又看不上 她的其他的一些功能 你可以不买 你偏要买 还要让她返回厂家 去修整一下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要找就找一个 你内心认为 符合你的要求 你真正喜欢的 可以真诚谈恋爱的 你何必要求别人 去改变自己 行吧 你们两人自我 都调整一下吧 先把自己的日子 过安慰 就这 好 谢谢图老师 中国里面有好多事 你仔细做梦做梦 特有意思 就爱情这件事啊 可以拿理性去分析 但是爱情这件事呢 没法用理性去谈 发现没 这就是为什么 别人老说的 说你分析的都挺好的 为什么一到实践的当中 可能我也明白道理 但是我走不下去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 对你们俩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感受 特别明显 第二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其实老师们 都谈到了说 你道理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人 认识一个人 是需要过程的 因为了解在一起 因为更了解而分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这个里面揭示了一个 什么 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要给恋爱 一个试错的过程 这不是老师们 刚才分析的吗 你选择的人不对吗 在一起就是痛苦的 所以回到你们的核心 现在你们所有 在感情当中 都在冲动着 用感情来说话 今天老师们 帮你们做的 叫理性的分析 因为你们没有 在生活里面 去读更多的书 去观察生活 去体会生活的不易 没有这个 年轻人嘛 都是这样 年轻时候 大概大体都是这样 但是还好 有些人在年轻时代 读了一些书 可能摔得更多少一些 那今天老师们 是帮你们 做了一个理性的分析 我希望你们 在接下来 也稍微理性地 去思考一下 而不是就是一个 感性的一个发散 对吧 尊重是互相的 恋人之间的感受 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 冷静下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觉得不管 在生活中 你对我而要求 严格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好像刚才老师们 把我们分析了 有一段感情 我们必须有一方 学会妥协 或者是做出 不一定的让步 我也不要求你 做出太多 就是因为你一直对于 爱情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有些地方 我能让作为一个男生 我能够让一步 然后觉得让我们的感情 变得更好 我觉得 如果你稍微做一点改变 的话 应该我还是 可以考虑的 就其实 今天来这里之前吧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就很遗憾啊 你说什么都没说 但是你到了一个规则里吧 你就执行这个规则嘛 好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后面好好地考虑一下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 下载静约APP和万事大 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静约APP 天津 IPTV 网络电视 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我们看看这对 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想清楚了 再试试是吧 再谈谈 对 想想老师们的那些话 别那么较劲了 孩子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 昆明易诺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毛丹峰女士 上台为这对情侣 送去祝福 见证浪漫时刻 来 有请毛总 今天这个现场 你的人气最高 来来来 谢谢 首先代表 昆明易诺公司 代表 易碧师 欢迎主持人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 还有欢迎在场的各位 生活中呢 我觉得 原本就不是 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就是每个人要去掉对方 身上的一些习惯 给予对方一些包容 然后两个人 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这样子在以后的日子中间 可能就会越来越幸福 那在此呢 祝你们 愿你们以后 越来越幸福 日子越过越好 谢谢你 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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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按毛总的说吧 总而言之很简单了 让一步嘛 好不好 要想在一起就让一步 谢谢啊 来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 那维码 下载晶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 邀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倍师爱情保鲜记 有经营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四年了 一直想要宝宝 终于今年要上了 但我妻子怀孕之后 就开始请假不工作了 现在彻底在家养胎 我觉得经济压力好大 我该怎么办 第一次当母亲 而且是在这样艰难的状态下 她终于怀上了孩子 所以她有一点草木皆兵 我想更多的是 要对她辛勤的 这样一种理解 作为丈夫 你应该做的事 能不能带妻子到医院 请医生去解答一下 什么时候养胎 是最合适的 妻子可能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她会消除 自己这样的一种焦虑 关键是要让妻子 消除焦虑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 一倍湿冠名播出的 一倍湿纯积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湿的官方微信 或到一倍湿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